手起刀落人抬走 血肉横飞魂魄散 这绝对是我最近看过最血腥的一部历史战争片 电影讲述18世纪60年代 刚刚登上缅甸王位的芒格拉王 为了树立威信开始镇压国内的一己城邦 但大城王朝却暗中援助这些城邦并鼓励他们反抗 这也导致很多城邦都想脱离缅甸 一气之下芒格拉王将矛头指向了大城王朝 并派出了20万大军分别从西北两路攻打首都大城府 然而当从西路进发的十万大军向仙罗推进时 湖中的一个小乡村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一边是穿着独鼻坤拿着冷兵器的精壮仙罗人 一边是压境进犯的缅甸大军 双方随之在雨林山地泥里搏斗厮杀 非常精彩写实的一部战争电影 导演在武器道具上下足了功夫 以至于我看完都怀疑片中的刀和斧头都是真家伙 没有花拳绣腿有的只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战斗 还没看过的老铁一定别错过本片